好,那这一款呢,我们先看牌子 看了都不懂 善食丰富 是,即是什么? Dietrich 是一款瑞士的品牌 又真的没有,善食丰富 你又觉得没错 Dietrich,一个瑞士的品牌 那这个品牌其实相当年轻 你的名字真的不要译得那么坏 不是,我觉得译得不错 不是,很好啊 译得很好 译得很好 我刚才说到哪个? 善食丰富 不是,再之后几句了 忘记了 是的,一款在设计方面 有很多功夫的手标 首先,大家看到的标殼 可能是善意上看到的 都是那些样子,或者那个类型 三箭头,这样砌出来的标殼 但是这一款是很有趣的 我先拆一下标带 它是一个一体成型的壳 是啊 看过 你看看这一只壳 真的拆来看看 好有趣 两看 它的标耳不同 一般手标的标耳 是一条过的 还有它很流线型的 还要 不会起角的 这个款式有些科幻的感觉 是的 你看到标头很有趣 那你试试一下 你试试一下 麻烦 灯光组同事 看看这一只镜 怎么样 灯光组同事 是一个表达的形状 大家只可以用眼睛来看 大家要发挥这个创意 究竟它是什么形 那你也能弄出一个形状 这个是有型 我就想不到 我觉得这个是有型 很有型 这个很独特形状的标镜 而且是蓝宝石镜 是吗 是的 那就厉害了 是的 蓝宝石镜 以及整个标的标面 你看到一个很科幻 很独特的创意 真的很科幻 我喜欢这些 同时你又看到 为什么那些index 浮起了呢 浮起了 一个浮起的index 又怎么做到呢 因为它的index 其实是做在镜底 镜底 用一个类似私人的模式 做在镜底 那就做到好像浮起 是的 没错 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个机身 很多时候的标镜 有个24小时显示 但你完全不知道几点 就是 这样 它的24小时显示 做了在9点钟位 看到吗 写着14 很明显 是 很明显 有颜色 襯底 对 颜色你还要是夜光 看起来都像 是真的 是真的 你试一下 只照他的手 不要照着表 对 颜色 24小时 底的绿色 还要是夜光 光到爆光 希望确保 你真的看到 24小时是多少 还有很多时候 一些24小时 他都是用针子 在那边就算 是 用盘之余 盘其实是很丰富的 是 有花在上面 是啊 我看看 镜头 会不会看到 很丰富的动感 他还怕你不知道 这个是秒针 寫着 small second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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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款镜头 总共有很多颜色 嗯 刚刚看过 绿色针的 全神给大家看看 其他颜色 我一看 看到这颜色 我觉得很特别 像指南针的花角 镜头的形 有点像猴子 这颜色 是什么颜色 橫彩 这颜色 很难选 这颜色 很难选 拍哪颜色 这颜色 这颜色 死气喉标面 这颜色 整颜色都是抛光 闪亮亮 嗯 这颜色 这颜色 其他颜色都不是 怪不得选这颜色 是啊 又试试另一颜色 很难选 这颜色 那我带这颜色 好吧 你能够快点 你可不可以推给我啊 大哥 这颜色是青铜鱼 这颜色是什么颜色 青铜鱼 这颜色 是青铜鱼 青铜鱼是哪个位置 青铜鱼呢 整颜色 青鱼的位置 青鱼是青鱼 你真的可不可以找人 拔掉他的鱼 你看到金色 嗯 不是铜色吗 哈哈 OK 再看另一颜色 这个盒合适用 车他 就是呢 值得他做这么大的盒 他的把的也是青铜的 我喜欢这个 你猜是什么 整颜色的 磨砂银 你这颜色是磨砂银的 我觉得有一些 配合他的科技感 刚刚青铜拿着的 是拋光的 我什么时候 叫青铜鱼 还有一只橙色针 黑色鱼 有很多 拍摄那只在盒子里面 我帮你看看 这只橙色针 整只盒都做了黑色 是 很难看科幻 其实他整个标银的形状都 是不是有标在里面 是有标 是有标 我想说 这个盒呢 你尝试 先看一看 先看一看 看一看 另外的黑橙 还有这个版本 这支针 就再鲜艳一点的橙 这支是销橙 销橙 销橙 是的 Sharp的橙色 就很适合销的 是 his favorite 这个橙是否又是他 他喜欢的橙呢 可以 够不够橙呢 是否已经出现了 已经出现了 最后还有波士在盒里面 波士 这个还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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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各位 好多颜色 看看标底 稍后 这个是啡色的标面 或者是金色标面 可以说 这些颜色在大家眼中 都有不同的演绎 都有不同的全色 标底是这样的 看看标盒 对 这个标盒就 真的不像一般标盒 如果你拿着两块 好像是十戒 你表演一下横边锤 好像想引来赌帽 好像是 它是一个物底 写着什么 哇 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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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米防水 五十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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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的盒真的很坚 那盒真的是 那盒真的 那盒真的 为什么 哈哈 这些有钱的人 现在拿的袋 全部都是没有什么 就这样 部分色没有夜光 有色没有夜光吗 喂 都是那个 你拿回Boss 现在拿出来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哎呀哎呀 咦 就有一只Boss 装到的 哦 这隻是什么呢 这个是Boss 他的 Ciion 它的理型带但很不同 好像还有一些 c- 배 看看 哦 我知道 为什么是Boss 为什么 因为它是 差异的 坛纤 是什么不同 同意 没错 这些是坛纤圈 TE sim 很喜欢坛纤 最VEN 都是清晰的 錶圈這些位置 嘩 是 好帥 這個最美的 難怪你說是BOSS 是不是很美 這個比較貴 蝦帶挺有趣的 蝦帶也是碳纖紋的 先照一下夜光 不是 眼見的應該全部都有夜光 有的 全部都有的 我覺得這些錶殼的設計 跟這種形狀的殼 我經常都覺得很適合賽車主題 所以這些就 出這些 出炭籤 這些古靈精華的形狀出炭籤 Tosca說OT7一定不會買 OT7的意思是甚麼 他也看到是OT7 有一隻是寫了OT7 OT6 OT1 OT5 OT7 沒錯 剛剛金色表面就是OT7 你選擇其他顏色嗎 Oscar 各盒有隻LD 那麼大隻 LD 是甚麼LD 我剛剛想問是甚麼LD 好像黑膠那麼大隻 那些雷射碟 不算大 第一代租的 以前很貴 你買了周星馳一千元 你好像認識他一樣 當然認識吧 你好像認識周星馳 不用 我認識LD 這隻不錯 這隻不錯 對 有夜光的 他問你是哪個牌子 Sui C的 Sui C的 Yui C的 Yui C的 Yui C的 Origin Time有甚麼要看的 我看看裡面有甚麼 一看綠色不太好 由頭綠到尾 這張很漂亮 這張好像很漂亮 你有沒有看過 當然沒有 哈哈 把錶層層解構 嘩 有些東西看 嘩 這個有趣 我跟你說這張卡 Origin Time 你看看 這裡 International Warranty 有2年 還要給你地址 蛤 是不是要自己過去 是Switzerland 大陸 有甚麼保養 自己去瑞士 疫情怎麼交 疫情怎麼交 隔離 是不是就是他 是不是就是這個人 也證明了這個行貨 也挺重要的 人家是CEO 這個人 哈哈 在我們這裡買原裝行貨 有甚麼東西拿給我們就可以了 幫你寄去瑞士 最多幫你寄去瑞士 對 應該不用的 香港應該可以做的 Oscar10 選寫OT 哦 原來你叫他OT 以後叫你OT Oscar 不要介意 我們叫他OT7 哈哈 我怕他下來打 我掛著自己看 看看有沒有其他特別的東西 可以展示一下 是你那張最漂亮的 是 會選 多少元 我們先說一下價錢 好嗎 有一個BOSS開始說 BOSS BOSS 炭纖維的版本 嘩 為甚麼你弄到這條帶動不了 各位 我沒有說 他有弄壞我們的東西 是啊 不要搞它 好 這個炭纖維的版本 截了之後 5680元 是截了的 是 沒錯 那麼多隻不同的版本 都用日本Miyota 白系的機心 還有用那塊藍寶石標鏡 這隻就是藍寶石玻璃 炭纖殼殼 炭纖帶 炭纖維 680元 其次呢 就是這隻 青銅的版本 4380元 那隻青銅又是挺划算的 是嗎 看鏡頭 不是 是 4380元 因為青銅和炭纖 都算是一些特別的物料 但如果你兩隻都是 可能差不多 對 對 好 剩下的一排 全部都是3380 欸 那還差很遠 整個擺在這裡 遮住了 我一隻 一隻 3380 大家看得一次 一排 看得一次 顏色 3380 一隻 就這樣看很難看 我覺得這些 尤其是這麽特別的款式 要戴上手 因為最主要 比較新的鶴型 其實都要搭一搭上手 天才調整這條帶來裝 是嗎 是不是你的 我都沒有刷這隻 好像有刷 就是 不好意思 天才 今天有現貨的 是不是 沒有人之意 好像是有 我這麼安靜 我以為你們 Facebook的同事 這個是不是有現貨的 要訂購的 不好意思 是要訂購的 銅鑼是有的 是有的 沒錯 起碼也有一個盒 如果明天去銅鑼灣 看不到這隻錶 你就會問廚神 是的 我有八個盒在 現在 整雞雞說些話給你聽 我明天會在對面台 唉 怎麼說出來 什麼整雞雞 我會和掌門人一起 長生思想 是的 沒錯 明天 後天也是吧 後天也是 可以下來探討 先天也是 3380-5680 有興趣的下來 兩家門市 一定可以看版訂購 沒有問題 菇獎如果你有看直播 你可以過來買咖啡給我 明天 嘩 我知道誰 嘩 對了 好 押軸應該是厲害的 押軸應該是厲害的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太盛